日本开始排放核污染水入海了 我们先看看日本是怎样宣布这个决定的 日本排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呢 核污染水它指的是在福岛核电站里面 核反应堆 有很多堆心消融之后的核燃料 所以要让它们去冷却 温度要降低 需要不停地向里面注入冷却水 于是产生的这些水 里面就充满了高浓度的核辐射 而且这些水在不停地增加 把它们叫做高浓度核污染水 那么这个高浓度核污染水 经过过滤除去里面部分的放射性物质之后 还残留着其他的放射性川 现在的这个技术是没有办法去除川的 所以产生的这种核污染水 也就是还有放射性川的核污染水 排放多少年取决于这些水到底有多少 我们看东电官网的数据 这是所有储水罐的储水总量 137万吨 那么截至到8月上旬的时候 98%的储水罐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 只剩下2%的位置 为了不停地冷却这个核燃料 那么福岛核电站每天都会再产生100吨的高浓度核污染水 日本的说法是因为没地方放了 所以就只能排放入海 那么每年排放的量日本说要低于22兆贝壳 每天的这个排放量会设定一个上限 所以简单计算说现有的这个储水罐里的水 如果全部都排完的话 至少需要30年 如果以后随着废堆的进展 日本说要在2041年到2051年之间实现废堆 也就是18到28年以后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也不排除 这个高浓度核污染水还会再继续增加 那么就很可能会花上更长的时间 我们在日本其实也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那么现在其实事实就是谁都无法准确的估测 所以至少是30年 也很有可能是40年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答案是不一样 日本清晰产业省是主管核电站的一个地方 它的官网已经承认说 像放射性的色放射性丝 这些都是普通的核电站 正常的核电站排放的水里面没有的放射性物质 我们再看东电的数据 在核污染水当中是有62种放射性物质 这个是具体的表格 大家看一下色就有好几种 还有丝 那么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 东电又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个报告 希望能够做出修改 不去调查62种放射性物质 而是改为只调查其中的29种放射性物质 那么东电就说了 为了抓紧废堆不耽搁时间 排海的时候在这62种放射性物质当中 具体调查哪些今后还可能会做出调整 直到最后一刻 我们看到日本的渔民 一直都是在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 我们去当地采访的时候 从辅导人身上 我看到的只有愤怒和不安四个字 除了这些真的没有别的 食物連鎖みたいに だんだん人間にも お魚を食べたり海藻を食べたりするから やっぱり危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やっぱり怖いですよね いつも食べるものではないですけども だから今のことよりも また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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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とのことを そういうのを後世に残したくないというか 皆またと同じだと思うんです 地球自体が壊れてしまう 人間も壊れてしまう 生物もですね そう思って反対しています 私たちは実害だって捉えて 今私たち今生きている人間の責任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黙っては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日本国内よりも国外の人の方が そういう意識が高いところも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なと 感じていました ですので日本の皆さんも 自分のこととして考えて考えて欲しいなとも思いますし そういう意識がないです 日本民众は 日本民众が言ってくるように 日本民众が言って話している 日本民众は無法沉默に行くならない でも真実は 自分が見えない日本政府を 全て決定をしながらない 今後無法いう知的可能拍放 幾十年的過程中 で日本民众は 日本民众が多くなれると思う 像東電電電店の一部公司の操作 它は無安全漏洞 無安全隐患 あるための 数据は100%的准確 不出現造假 或者篡改的问题 所以第三方的监督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来自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反对 也是让日本政府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对于辅导问题 外部的监督和压力 我认为真的是非常重要 好 谢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我是林淼 再见